何大人 我问您一句话 您可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那当然 您跟傅大人是不是好朋友 其实是好朋友 我们是甘胆相招的好兄弟 那杀害傅大人的凶手 您一定是特赔的恨吧 恨 恨之入骨 对啊 那杀害傅大人的人 他是一定要遭报应的 对 抄家灭门 盾子学孙 咱就把他棍在这牢里 在这把他给吊死 让傅大人的冤魂就这么看着 你说好不好 真是太好了 好 何大人 您这么一说 我还真就信了您 您跟傅大人绝对是好朋友 那当然了 这我就放心了 放心 放什么心 这画了一个花瓶 傅一瓶 对啊 他画的 这上面画着梅花是什么意思 我们家大梅 这里边还有大梅的事 你怎么忘了 傅大人被抓之前躲在我们家大梅那 这事大家都知道了 看来这幅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可不是没什么意义 何大人 可不是没什么意义 你往下说 您想想 傅大人 在这画了一幅这样的画 他是不是要提醒我们 他在大梅那儿 留下什么东西了 那他留下什么了 他到底留下什么了 我就给大梅提了个醒 大梅就想起来了 傅大人被抓之前留给他一本书 什么书 大概是诗集 这里边是什么内容 大梅又不识字 他也没在意 顺手就给扔了 那可真是可惜呀 要说傅大人的诗集能够保存下来 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可是我觉得呀 不一定是诗集哦 那会是什么呀 傅大人留下了一本账本的原稿 你可真是包工头胎啊 你也听听猜嘞 我就让大梅去找了呀 找到了没啊 找着没找着我还不知道呢 那就等找到了再说吧 等找了那个账本啊 我就把他交给皇上 那杀害傅大人的凶手 他还逃得了法王吗呢 哼 是不是何大人 对 是的 到时候咱俩 亲手把他吊死这个牢里了 给傅大人报仇 对 报 报仇 何大人 你喝茶呀 喝茶 没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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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梅姑娘 何大人 您是来找皇上的吧 他刚出去 不不不不 我就是来找你的呀 找我 是因为我们阿丽的事吧 何大人 您别吓我了 我玛丽 她到底怎么了 行部已经会审 几位大人都说了 郎中私放侵犯 怎么这些是个死罪呀 何大人 那可怎么办啊 你可救救我玛丽呀 别急别急别急 好在啊行部的几个人呢 都是我的门生 我说一句话 他们还都听的 哎呀 何大人 那您就多帮忙了 你放心 我是义不容辞啊 这 这个 我一定是拼命的 替阿丽说话呀 但是 哎呀 这皇上又查到了 那封信 信 什么信啊 就是傅一平傅大人 交给清廷的那封信呢 清廷交给了郎中 结果郎中根本就没交给皇上 哎呀 那封信啊 那封信是我扔掉的 不是我们家阿丽 怎么不是啊 他故意毁掉傅大人的信 隐藏重要情报 结果导致傅大人被人灭口啊 人家外边都说呀 你们家阿丽就是帮凶啊 哎呦 我们家阿丽冤枉啊 一点都不冤枉 你也脱不了干系啊 你想想傅大人的衣裳 多重要的东西啊 居然让你给毁了 啊 换句话说 你你你你你你你把傅大人出卖了 我会出卖傅大人 那傅大人要是不相信我 他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吗 什么东西 傅大人躲在我这儿的时候 把一本诗集藏在我这儿了 哦 诗集那就没什么用了 不过 哎 要是账本的话 兴许还能大救郎中一命 那诗集就是账本啊 真的 不行 我拿给你看看 你快去拿 不行 我们家阿丽说过 那个诗集啊 一定要亲自交给皇上 我就是要交给皇上 你给我是一样的一样的嘛 不一样 没劲了 真的没劲了 哎 看出来你是信不过我 哎 不是 何大人 不是 这 哎 真是好人难做呀 你看我吧 要救你们老公 你呢 又信不过我 那要怎么救啊 何大人 我要是把那个诗集给你了 我们家阿丽就真的没事了 那当然了呀 阿丽一线那个账本 那就是有功啊 将功补罪啊 多好啊 好 何大人 那就拜托您了 别客气 拿来拿来 又怎么了 何大人 这个账本 跟我们家阿丽性命交关 您一定要交给皇上 放心 我一定交给皇上 我转头就交 你快快快给我 我 我这就交给皇上 我转头就交 阿阿回见 停轿 老爷 东西你拿到手了吗 立刻烧掉 这 起轿 好 这点火啊 嗯 嗯 这火烧得挺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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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